觀眾朋友 Hello JJJC 媽媽很開心 今天有機會上來MAMI TV做訪問 也可以留一段心情對話給你們 希望你們之後長大之後 你們聆聽都會知道 其實媽媽爸爸對你們有甚麼的想法和感想 今年的JJ你六歲 剛升小1 面對的困難 我相信讀書對你來說壓力很大 又或者對我們彼此壓力很大 可能媽媽對你也有要求 你對自己也有很大的要求 但我想跟你說 我們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考100分 因為考不到100分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給自己有進步的空間 每一次我們都可以進步一點 每一天我們都可以給作役的人 對你自己來說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成就 我們不需要每次看著第一 看著100分去做 因為這樣跑其實很辛苦 因為你還有漫漫的長路 我記得有一次在你9月1日開學的時候 很多媽媽就說 未來的12年我們還要很久熬 我就跟他們說 不是的 我是15年了 因為我還有一個K1在做 你生日時大家媽媽就說 對呀 忘了小一個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這十多年的學習過程中 你都可以很享受和很開心 到小妹來了 媽媽要教訓一下你 因為你經常欺負我 可能旁邊的朋友 甚至乎鏡頭背後的你們 看著這條片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 不是呀 Jacy的樣子很有趣 因為大家看到我貼文 很多Jacy的想像 很鬼馬 很可愛 Jacy都會用很可愛來形容她 其實她不是的 她真的是一個小魔怪 Jacy 你真的是小魔怪 不過媽媽也希望 你在成長過程中 你學習了的東西 看著姐姐 因為姐姐是一個很乖的女孩子 希望將來她都可以感染到你 變得乖一點 因為 真的 要乖的孩子才會受歡迎 所以我希望 你的壞習慣 媽媽可以陪著你一齊慢慢改 當然我不要求你一下子 殺那間 你會突然之間變成一個 傳宇宙最可愛的小朋友 但是 媽媽希望你會有進步的空間 因為你現在三歲還是八十 現在你兩歲半 所以還有機會 所以爸爸媽媽會陪著你 到你們將來長大之後 我只希望你們開心 因為 作為家長 我們 我不是希望 你將來在事業上 會有什麼很大的成就 或者 要嫁一個怎樣的老公 我希望你的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個 愛你 和你的人 那就已經足夠了 做爸爸媽媽媽 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你們不用為我們擔心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快樂成長 那我就很滿足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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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